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呦 咱们还没走吗 老婆 我来不及收拾了 我先上边去啊 好 怎么样 有消息吗 我不知道呢 那我走了 好 好 问你是 你结婚了吗 有小孩了吗 你了解我们公司的业务吗 你从事过与你现在应聘的职位 相关的工作吗 你以前从事的工作 有设有设计关于我们业务的吗 没有 虽然我以前没做过 但是我可以学 而且我学得很快的 抱歉 我们需要一上人就能用的人 学习的话 基本就是底层的 刚毕业大学生的事情 郭女士 我是觉得 你的简历 跟你的实际工作能力有差距 以后应聘 请尽量提供客观真实的资料 这样不会浪费我们双方的时间 以后选人要稍微慎重一点 你不是耽误我的工作吗 郭女士 你都三十多了 小孩又这么小 你中间也没什么进修的履历 工作方面也没有特殊的表现 不过我对你倒是有个建议 以后不必应聘这么高的职位 如果有收发文件之类的 你倒可以试一试 像你这种表现 还要要求薪水八千 这事 是啊 大学毕业这几年以后 我究竟都在干了些什么 我在混日子 现在已经混得不好混的时候了 真的得另想出路 否则啊 就要沦落到打杂的地步了 好 老婆没事 工作的事咱不急 慢慢找 我想去进修个研究生学位 否则我担心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 进修的事还是算了吧 不是 你都这把年纪了 不是 我没说你大 年纪在这儿放着嘛 再说了 即便就算你三年进修毕业了 也未必有合适的职位等着你 现在在社会上拼的呀 可都是那些小年轻儿 要不然咱们换个思维方式 咱们自己在家捣探点什么 开个网络小店什么的 网上开店啊 我怎么开啊 工厂又不认识人 又没有什么进货渠道 我拿什么开啊 那你就直接到那些批发市场 咱们进点物美价廉的小东西 在家销售嘛 那些外地人呀 总不可能老来咱们这儿采办嘛 等于说你就替他们采办 挣点辛苦费 我想呢 还可以节省时间 你又自由 晚上呢 还可以帮着马克上课 以后呢 还能照顾女儿 多好啊 现在不都提倡的 叫什么自由职业吗 那想想吧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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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这 рос不休吗 好呀 好呀 到这儿这个地方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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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考语 老师说一点都不行 这要考试了 我在想啊 是不是把他那个佳人王室给换了算了 现在这老师嘛 真是不贵 又贵 你顺利说啊 刚才不用那老师好点 我明天就碰你了 你忙什么呢 小子要考试了 上次期中考试就跑了七十二两五 全班到处了 他爹平时从来都不管不问 一当这数就蹦出来了 只得我没管好他 我心里能无分 功劳是大家的 错误都我一人的 我这不就送儿子去补急了吗 我也是 停顶补课 三个小时的空 你要不过来找我吧 好 嗯 喂 你好 我是郭海平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有事想找你谈一谈 嗯 我很忙 自己没有空 这样吧 我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也就十分钟吧 实在不行 我到你单位等你 那这样吧 午饭的时候 你到我办公室附近的茶餐厅来 好 我喝咖啡 生机换代了吗 喝咖啡 各有情调的呀 做女人就得对自己好点 得吃好喝好玩好 一旦不小心出了意外了 别的女人就会花咱省一样的钱 住咱几咱的房 睡咱节省用的老公 还打咱心疼的王 想开了吧 你会点咖啡吗 你点吧 服务员 麻烦你给我们一张那个 饮料单 对不起 我们这里没有饮料单 你得去霸台书店 谢谢 浩宫一消洒一回 怎么弄得跟农民进城似的 所以得经常进 你说 咱们客亲客简 舍不得吃什么穿一线为假 有什么意思 总有确实 来偷咱积攒下的粮食 可不是 与其别人花 不如咱自己花你说呢 小姐 给我们两杯咖啡 要奶吗 要 奶 糖呢 糖还有糖啊 那儿啊 最近 我想好好做做脸 门口那儿也坑梯呢 一会儿我去买张钻石卡 你也买一张吧 行 咱俩也对自己好点 是啊 我们是得对自己好点 一张钻石卡多少钱啊 一万五 我俩买一张 一人七千五 咱可不能和你比 你是受刺激的一群 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危险了 你有严重受虐后 报复社会的倾向 我还有孩子要养 老公要伺候 我可舍不得 七千五 小孩半年的补习费呢 我前一向和你一样爬架 对亲人贴心贴肺 恨不得不吃不花 每个子都画孩子身上 世上就是你我这样 自以为自己是如此牛的女人多了 男人才疯狂 我把她收拾体面了 她出去风光 别的女人看见她 又有风度又有温度 晚上就有热度 想不到背后还有个女人 还操劳过度 你我再不收拾 还能看吗 我说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怨妇似的 你以前多积极革命啊 多追求向上啊 你看看你 一面点着自己并不想喝的咖啡 一面分世细俗的 你要是不高兴 理了算了 你现在的心情 别说刻什么地纳了 克林顿也救不了你啊 你的问题是七千五能解决的吗 你不过就是买个心理平衡罢了 你以为你没美容 就什么什么都跟没发生似的 就笑脸如花啊 就心甘情愿了吗 那林凤娇 我想也是终日以泪洗面吧 虽然八卦说 他们家那车换的速度 够二手车行吃一年的了 我跟你说 你感情的创伤 多少物质都弥补不了的 弥补不了 可好歹我在弥补 我要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更伤 所以啊 要我说 你还是离了吧 你又不是没工作 又不是没孩子 不就一个男人吗 何苦非何地绑在一起 面目猙獰着痛苦啊 我离了 我就不痛苦了啊 我都四日出头了 要青春没青春 要美貌没美貌 我找谁去啊 离了婚 我就一个人耽过了 你以为我离婚就解决我所有问题了 一点没解决 可是你不离 位子你站着 孩子你带着 给你享受的福利 你一点也别享受着 你还要忍多久啊 你瞧瞧你这段 都老得不能看了 向游新生 你心情愉快了 你自然就容光焕发 你精神状态不好 人也疲惫 要我说啊 离了 至少是解脱 我不离 我凭什么离啊 我种了二十年的西瓜 到收获季节了 活生生被人收割 凭什么呀 小点声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家西瓜被人收了 我是作为朋友 我劝你一句 当放手时则放手 有时候给男人一个打击 并非不是坏事 你断了他的后路 最少让他知道 成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万一他爸爸的自断手脚呢 干吗成全他 你现在不成全人家 人家心在你这儿嘛 强柳没意思 要是你们家萝卜呢 你也这样挥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 我家萝卜 我呸呸呸 你拿谁类比不好 真是的 我得罪你了 你看你也不愿意面对 如果我家萝卜也这样 我就挥挥手 我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要带走全部云彩 我让他付出全部的代价 财战全部归我 小孩归他 我也让他尝尝 一周七天 六天要去上补习班的滋味 每天四趟接送 我看到那时候 他上哪儿去找那种 放心牌的保姆 要是我的后任 能像我这样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我就服了他 你敢拿自己的孩子 给你跟男人吐气 不敢 男人啊 把我们拿捏得死死的 赶紧走 小孩下课了 快点吧 快点 快点吧 不好意思啊 临时有点事 让你久了吧 没关系 要不要吃点什么 这都是减餐 很随意 不用 我吃过来的 今天你先给菜吗 等会儿吧 不错 还早让我把这个 转交给你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的照顾 看老子 他还好吧 他还好 他还好 他跟小贝 快要结婚了 对 我祝福了 好 还有事 那我先读了 好 原浅寨 我肉肠狼 我 不过是你那一个棋子的什么事 都是因为你 你都现在会令我杂守别人的多亲 她跟小飞 快要结婚了 还早是爱了我的 可我除了把她带到无人之礼 绝取片刻的欢迎 什么都不能给她 而她要的 恰恰是和她爱的男人在一起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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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